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在一亿年前,南京还是一片湖盆之地 由于地面岩石的风化沉积 在地壳运动的上升中形成了新的山岭 燕子基就是其中之一 万里长江,沿岸多基 燕子基总额大江 东北和西北三面玄绝于江 只有南面和江岸陆地皮脸 几下惊涛拍石,地势险要 自古以来就是长江重要的渡口和军事要冲 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正是由此登陆 禁逼南京,由此演绎了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夜 雄军于此的燕子基 是观赏江景的最佳去处 游人登临基头,眺望大江东去 烟波浩鸟,水天相接 一泻千里,蔚为壮观 从江面看鸡头,云扫避空,江流石底 长江大桥如彩虹横跨,游绝奇艳 燕子基历来是文人默克,临江舒淮的圣地 明末抗清明臣史可法 和清初话坛中金陵八家之首的公贤等人 都曾在此复诗 基顶现有御碑亭一座 亭中石碑正面捐刻燕子基三个大字 为清乾隆皇帝所书 碑的背面刻有乾隆提写的一首七诀 当年文说绕江南,汉帝洪涛足下看 却喜杖沙成绿野,烟林香凿,酒香安 燕子基周围景致优美 南面的观音阁为明初洪武年间修造 明太祖朱元璋南下极庆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史,就是由此登陆的 观音阁旁的悬壁上原有铁锁穿石而挂 传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的细周之处 观音阁旁的平台 民间相传是明太祖皇后马娘娘的梳妆台遗址 夏燕子基向西南行走,就到了一带江山如画的岩山 也就是牧府山的东北部脚下 岩山石壁上的景象或如漩涡或如云朵 或如鸟兽或如花树或如人物或如乌雨 威严如瓶,石形凡怪,尤为奇特 在岩浆的悬崖上还有若干个石灰岩溶洞 古石游记中称为岩山十二洞 为江水冲击而成 十二洞中现存有投台洞、二台洞、三台洞和观音阁等较有名 投台洞距燕子基约一公里,洞内中辱石齐形外壮 三台洞曲折深广,洞分上中下三层 下洞有观音权,清澈见底 出洞上十阶百集,飞隔凌空,别开境界,便是欲全隔了 出隔向上攀登,可达三台极顶望江楼 望江楼,双层飞檐,凌空建筑在断崖峭壁上 巧见岩石按托,上街微严,下林显道 结构奇妙,造型大方古朴 登临其上,白隔蒸柳,碧野千寝,一派勃勃生机 燕子基,金陵之奇景,长江之门户,像一部现装的天书 潇潇越近新王千古市,滔滔和雨和风卷六朝 在大江东去流程中,独具风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